是我的桃花又来了吗 哈喽甜甜们 今天我们玩这个普世蛋挞 仿真食物的泥泥怎么这么多 就是不知道这次我肚子像不像 再给你们讲我说的那个事 就是前几天我们去万达逛夜市 我到了之后就搁那儿等我妈妈 这时候有个帅哥和他的朋友也来了 然后他们骑的是小店驴 那边不是停车车的吗 我们都停车车 为什么我会注意到他 就是和那个一群绒中 感觉你最亮眼 这个定论差不多 然后我妈来了 我就和我妈一起往前走 刚好正面直走 就是这个帅哥和他的朋友 我们就是一个面对面擦肩而过的那种 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突然非常的局促 他朋友也发现了 就在旁边跟他说 看你这害羞腼腆的样子 之后我们就擦肩而过来 也不知道这个帅哥 会不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也许就是我都想了 突然好想谈恋爱呀 你们的对象到底是哪发的呀 让我也去领个 咱们是不是以后应该主动一点 问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要个联系方式 还就是蛮遗憾的 再来看我们的泥 这个泥就是先捏个蛋挞皮皮 再放上蛋挞猩猩 上色 上面的就是那种纺针焦糖 再做一个 好像真的还挺像的 客观您的普世蛋挞做好啦 咱们一反常态 这次就先不捏掉了 点赞泼以外 给你们洗几个蛋挞泥 最后是我们的炸耳时间 好了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